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很多人還是對氣候變遷有一點不是很理解 為什麼我們其實吃了很多的蔬食 可是為什麼還是在排碳量還那麼的多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碳循環來想這個事情 我們以這種 2007年到2016年平均來說的話其實我們人類 生產的各種的活動大概產生出了 390億噸的這個碳 那個排在碳裡面呢其實存在大氣裡面呢 佔了大多數 當然有一部分的是被土壤或是這個被植物所吸收 種樹有一點點用啦 但是這個用處呢只佔了20%多而已 還有呢大概五分之一呢是被這個海洋所吸收 海洋裡面呢有很多的植物 他也會吸碳的 還有一個呢剩下的呢最後就留在大氣裡面 這個當然佔44% 所以我們其實呢大自然幫我們 解決了一些事情但是呢他的量還不是最多的 我們還是一直存在這個大氣裡面 加上這個二氧化碳的他的生命期 很長喔 我們現在呢大概都50年前的 這個長輩們排出的碳 我們現在一直累積到現在 所以相對之下 我們為什麼溫室效益未來那麼嚴重的 原因在這邊 這邊呢雖然有在吸收但他的能量越來越少 可是這邊呢一直持續的在增加 所以 從源頭來做這個地方的改變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大家要減碳的意思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台灣的天氣呢今天還是吹了西南風 北部跟東漫部真的好熱喔 還是這個早上年還有午後呢也都有一點這個鎮雨在這邊發展 目前來看的話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封面呢位於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南下 未來呢週末這兩天還是吹了西南風的天氣 還是一樣跟海陸風有交會 預計呢下禮拜一的時候 封面的時候會就在台灣的北邊 禮拜一的深夜到晚上封面就開始南下了 預期呢這個禮拜二開始呢 禮拜三禮拜四 有沒有看到南北交會就在台灣的上空附近盤踞 可能到四五的時候會被壓下來 但是也有的預測會 整個就會抬上去 這個還有一定的變動空間 我們就好好注意這二三四這幾天 可能就很不穩定的天氣 就是有一道滯留封面影響 後面呢也有可能有些西南風會增強 或是我們看高壓會如何犧牲 這個呢變動度呢未來在 這個下個禮拜過後呢其實是變得會比較多 請大家隨時再更新一下資訊 因為這個時候在一個轉換期 太平洋高壓應該要來接手了 可是還沒有明顯接上 所以我們周末這兩天呢還是一樣 西南風 早上 早上有一點海陸風的這個交會有點作用 中午有一點午後的鎮雨 所以 一直持續到禮拜一 禮拜一有沒有看到 禮拜一可能是有封面會接近 在北邊 所以要注意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發生的熱對流 那禮拜二禮拜三 就是台灣的天氣就會比較不穩定了 全台都有下雨的機會 請大家注意 南北風就在台灣的上空交界 這個跟前面兩波美雨封面一樣 有這種比較大的這個對流發生的機會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幾天都是一個 平地的一個震雨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禮拜二 就不一樣了 禮拜二就不一樣了 尤其這個 北台灣首當其中 要注意會有比較大的一個雨勢 那溫度上呢 這兩天真的會很熱喔 尤其是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接下來下禮拜會下雨 明顯的要往下滑一點點 到30度 這個沒有到很涼了 都已經 棉被真的可以收了 厚棉被啦 那目前來看的話 下禮拜中部也是一樣 溫度會往下降 跟 東半部有點像 大家溫度就會開始下滑一點點 因為會下雨了啦 那另外一個呢 各地的天氣 今天其實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還是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會發展 其他地方都是多雲到線的天氣 那明天也是一樣 早上的時候有一點點 這個局部的這個 交匯的這個對流 那其他地方呢 有沒有看到37度 很熱的這個天氣 明天這個北部跟東半部 算是一個 相對會很熱的 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建議 周末西南風環境是持續的 北東高溫 中南部早上會有雨 下週一呢 風面慢慢開始要接近了 主要是禮拜二到禮拜五 有風面可能會在台灣附近滯留 請大家留意這波 可以預做一下準備